您好 我是阿拉斯加的安迪 希望太阳会出来 做梦了 一半就做梦了 很乱起来吗 开始祷告说一定会跟你说 不是呀 没有太阳 我们是不是看不到那个冰川 看不到那个冰川的颜色 灰色 有颜色 我要看蓝色的 从马西拉到灰底 翻程约101英里 开车差不多两个小时五分钟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 一定记得这条公路吧 苏尔海味 也叫阿拉斯加州一号公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公路 路的一侧是太平洋海水倒流 形成的坦纳根海湾 另一侧是楚家旗国家森林 景色很美 只有穿过安德森隧道 才能进入灰点 隧道全长2.52英里 约河4.05公里 是北美最长的铁路 与公路混用的隧道 开车穿行 约7分钟 但不算等候的时间 因为隧道只有一条车道 所以进去的车和出来的车 无法同时行驶 这个是普通车子也开 火车也开 这有机器 这是电路车的 对 它你右手边都有那个淘汰 里面都有智慧 所以这个非常安全 一定要记好规则 半点进 整点出 而且列车优先 一旦错过了时间 就只能等下一个半点进或者整点出了 这条隧道是小镇通往外界的唯一路上出入口 是美军在1943年为二战运送军用物资而修建的 小镇四周被海拔3500英尺 约和1067米的楚家旗国家森林区环抱 常年被云覆盖 因此在二战期间成为军事基地的完美之旋 美国陆军在辉迪尔冰川附近修建了一个军事设施 包括军港和铁路 军港废弃后军营保留下来 成了美国最独特的一种军民楼 贝极奇塔 全镇几百居民大部分都住在楼里 现今辉迪尔已成为世界级游轮的深水停靠港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 前方的灰白色楼群是1953年建成的巴克纳大厦 但在1964年的阿拉斯加大地震中被海啸破坏 并在1966年被荒废 我们现在准备去参观曾经的冰营贝极奇塔大厦 就是前方的这一栋楼 一进大楼就有个像博物馆一样的角落 用来介绍小镇的历史 这是纪念霍奇上校 他曾指挥工程团修筑小镇的各种设备 并于1949年因空难上升 在大楼走廊的墙壁上 也悬挂着很多老照片 讲述着这个军港小镇的历史 让人们记住那些建设这个小城的军人们 这里是贝极奇塔大楼的办公室 这是小城的油局 干净整洁 这里还有一个小型超市 听说他们都要开车去安克里骑进货 显来很辛苦的 挺可爱的小小的 也可以从外边进来 现在楼里的很多地方已经不对外开放了 这面墙上介绍了安德森隧道的修建过程 隧道口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因为冬天这里的降雪量很大 为防止雪崩堵住入口 所以建成了三角形的结构 因为要赶去码头排队上船 所以简单参观了一下 我们就离开了大楼 虽然今天一直花风下 还有点冷 带乘船去看蓝色冰川的人 依然很多 我们预定的船 是叫做菲利普斯的公司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说明哪里找到问题 这个公司一共有两条线路可选 一个就是我们预定的 这个冰川海洋生物游船 叫做26冰川巡游 名字的由来 我也写在下面说明栏里 我们这个航线全程5小时 140英里 另外一条线路叫做冰川探险游 全程3.75小时 45英里 船上的消费价格还不算太高 而且热咖啡 热茶和热水 是含在船票里的 可以无限免费云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两条航线的线路图 我们这条船走的是橙色的线路 另外船票还包含简单的午餐 这是我们的饭卡 海鲜杂桂汤是很有名的 确实很美 海鲜杂桂汤 我们有两个地方的空间,有两个地方开,我们只是开门,我们只是开门,我们只是开门,因为我们旅行很快,我们会开门。 我们会开门,我们会开门,我们会开门,我们会开门。 我现在在第三层。 这边是出来的地方。 这边还有很多人在等船 我们已经上来了 我们的位置是楼下十一号 然后我现在上来 观影一下风景 这边的江湖湿了 这最终的船员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们的船员已成功了 我们的船员已成功了 我们的船员已成功了 我们的船员已经准备出发了 我们的船员已经准备出发了 这次船员是一个车船员 能够到达40mph或36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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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帅哥的全力支持 非常感谢三位台湾姐姐的邀请 留下快乐美好的记忆 特别感谢大雄 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 全天候的等候和接送 爱你哦 第一次我会见你 smile on you